编剧工会在罢工嘛 然后就很少audition 然后在上课的时候我就 其实就 老在还有空我就发一下那个 email 我就看一下有没有audition 有没有audition 不不不不看着看着就 快下课的时候就看到一个 我的Agent Fargo的email 就是有一个audition 而且很大的一个production 是那个ABC的 I need to sign I need to sign the sale ticket for a client I'm Chris Come on Chris I need to sign the sale ticket for a client Come on Chris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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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knew everything No they had photographs They had tape recording conversations They brought my father in You know there was nothing I could do They'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never trade another shade Another shade of a stock again Come on Chris Come on What's the difference Do one thing right here Just sign it please Thank you I'm sorry Chris 中间还是有几个地方 我现在不能再弄了 我再弄的话就会越来越糊涂 我可能要稍微等几分钟 我再到了在停车场再练一下 今天是4月26号 在路上去上我星期三的这一堂课 嗯 还是在练练练 不知道今天上课有没有机会 因为我的partner始终 一个是还没有去读他的model 还有另外一个原来的partner他没有来 我不知道他今天会突然冒出来 没有 还有就是我聊聊别的话题 我经纪人有发个email给我 他说最近那个作家那个编剧在罢工 所以影响有影响 所以现在很少audition 我说是吗 这个编剧罢工跟这个audition有关系吗 后来我再看了一下一些新闻啊 然后有些朋友发的instagram 发现这个在十年以来 十年前有过一次啊 编剧的罢工呃 持续了一百多天还是八十多天 八九十天啊 影响也蛮大的 然后就是十年后的另外一次也比较大的 他们打算是持续的要去罢工 呃要去跟那个大的studio啊 跟那些公司去negotiate 嗯 包括到时候导演工会 然后演员工会都会跟他们去谈 就是有个schedule有啊 嗯 从五月二号开始大家停笔 就把不不写了 然后甚至我估计有可能他们之前写的 他们也有权利去把它停下来 不能去进行工作 所以的话就影响到这个casting 那我们的audition就少了 嗯 就想说一下这些问题啊 我觉得至少就是这边的话 不管是编剧啊演员都有工会 所以的话还是能去争取一些机会 就不会让就是制作方或者说那种出品方是 啊studio是一个权力最大的机构 然后就是压迫 不管怎么样你资本家肯定是会压迫下面的人嘛 他如果没有工会的存在的话 他如果没有工会的存在的话 没有权益的那种申诉的话 是肯定会会失衡的 就是有权有势 有钱的那方会占有优势 那其他的就处于劣势 就会受到挤压 那现在的话就是啊 不管什么工会是编剧工会 他去争取权益 肯定是有他的啊 我觉得有他记忆的作用 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可能会在这个争斗的过程中 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 但是可能从长远来说 是要每一个部分都得到一定的啊 就是得到平衡吧 太受那个压迫了 那你会有机会去争取一下 这样最终会比较长远 因为编剧确实很重要 你现在就是跟好像这次罢工的原因 也是跟网络有一些关系 好像03年的时候是跟网络是关系很大 因为网络刚刚兴起 然后可能在网络上面 对于编剧的保护就少一点 缺乏了没有相关的一些规定 所以他们的权益就受到了损害 那现在的话可能也是类似这样 就是在这么快这么久的发展之后呢 编剧又处于劣势了 他们可能收入啊各方面 呃就比较难受了 所以他们要去争取一下 然后获得更好的待遇 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是好事情 他最终能够写出更多的好的作品嘛 那不像像在中国 我知道在中国其实就比较明显 这个编剧啊和后期的这些人员是比较受压 就是比较被动的 因为编剧你的东西很容易被别人偷走啊 或者说是你啊不是很出名的编剧 你的东西可能卖不到什么钱 但是啊你又很辛苦 你就花很长的时间啊 啊那幕后也是一样 最后很少的钱压到幕后 啊那个那个后期这边也是一样的 所以的话我们关注吧 希望能够达成一定的妥协 然后最后使得这个发展会更好 反正这个都是双刃剑 继续练 I need you to sign I need you to sign this I'll take your phone client on my way with Chris I got arrested last night The FBI arrested me Because of my involvement in the front Come on Chris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None of the knew everything They had photographs They had tape They had tape recording conversation They brought my father in You know there was nothing I could do Chris the FBI You guys going to read the place in 20 minutes Come on man I asked you for months About the shit going down Here and you 你们肯定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开心 因为今天刚刚来的时候说 那个编剧工会在报工嘛 然后就很少audition 然后在上课的时候我就 其实就老在还有空我就 就发一下那个email 我就看一下有没有audition 有没有audition 看着看着 就 快下课的时候就看到一个 我的Agent Fargo的email 就是有一个audition 而且很大的一个production 是那个ABC的 General Hospital 哇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开心 其实就是说我拿到audition 只是离这个角色 就是其实可以说是没有多大关系 因为谁都可能拿到audition 因为audition并不代表什么东西 audition只是给你机会去试镜 但是我都会那么开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anyway我因为好久没有audition了 所以我确实是很想去做audition 那这个又是比较大的一个项目 那我肯定会花更多的时间 把最近在就是memorization 这个就是做这个新的这个课程的东西 用到里面去 就把这个词背着滚瓜烂熟 然后就是至少就从这个台词上 不要有任何的毛病 然后我要把表演方面再做的功课做足一点 把这个audition做好 看一下怎么样 而且这个是一个可能会是 他就是说什么 是一个returning的day player 虽然是一两集 但是就是说会在第二集里面可能出现 这个电剧general hospital是非常出名的一个 从几十年前就有的一个电视剧 OK 那我们讲讲今天上课的事情 今天上课的话 老师还特别严肃特别认真 就是有一些就背的不太好的 还就半开玩笑的给他们一些压力 就说你们怎么没有准备好 然后要下一次一定怎么样 然后要那个partner去怎么督促他们 哪一天没有做到的话会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给大家一个压力 因为后来有几个同学上台 就发现就是确实你在中途 在这个switch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断了停顿了就确实是很影响 一定要做到就是你很熟很熟 然后这之后休息了 然后课间休息之后就到我 到我的话 其实我今天路上背的还可以 但我知道就是说有任何的干扰和在不同的环境下 我就可能会就不可能做的那么好 然后果然在中间就卡住了 卡住之后就怎么也过不去 就平时你在我在这样对着镜头 或者说开着车背的时候 根本就不可能 就最多就断一下马上就会接上 就还是挺难的做到那么好一定 所以就不是说百分之二百的熟练 一定要做到百分之三百四百五百 就是完全没有成了你的肌肉的反应 那些词 那后来跟我的partner也做了一下这个switch switch的话确实刚开始也会有一点的难度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词在哪个位置 对吧 然后会打断你打断你 本来你可能背的出来背的很顺 但是被打断了你就一下又连不起来 对而且因为有时候可能你的一个字就断 就要switch到另对方了 然后有时候又可能是你要说的 你那个line是非常长 就你还没有这样去试过嘛 所以的话接下来这个礼拜 从今天星期三 然后接下来这个周末会非常忙 不是周末到20 我那个audition是27号 然后周末一直 这之前我要准备audition 然后audition完了之后 我还要准备把它背的更熟 然后跟我的partner去facetime 或者是视频来练 所以这个礼拜会蛮那个的 然后还有还有就是我们有个同学嘛 他他是非常自信 就一直就很冷静很自信的样子 然后很屌的样子 但导演那个老师也蛮喜欢他的 他总体来说也是挺受欢迎的 但他总是有一个就有一个behavior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种 就是我我就这样 然后老师就今天就提醒他 你这一点可能会影响你将来去面面试的 试镜的很多的机会会因为这个而上失 他说你个人啊能力啊其他方面 包括其他好多方面很多人都会喜欢他 但是他那个屌屌的样子就可能别人不会喜欢他 可能会由于这一点可能大家 你可能那个试镜导演的话可能就会把你给不喜欢 这个还蛮有针对性的提出来给他 那说完之后他确实是好像从来没有过的那种被打击到的那种感觉 那也是一种behavior嘛 然后就老师也说出来 他说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个样子 你可能很恨我的 他说我是我有一点恨你 但确实是说的对 然后后面他非常接受老师说的 然后还有就是上回那个同学 上次说他想离开 然后最后没有准备那个信的问题 但具体的我不知道哪一点了 让那个老师那么神奇 觉得就是说你这样做好像是错的 就是说你分配了那个信给你 然后你又写邮件说你要quit 然后结果客场上安排了别的人的时候 你又回来了 然后今天他又来了 然后老师就问他你怎么又还在这里 你是你最后的决定是什么 就是问的有点尴尬 而且感觉有点狠对这个同学 因为这个同学虽然有时候有点很进攻性很强 那种很aggressive 然后甚至说话不是特别注意 但是他这个人还是蛮热爱学习的 非常非常热爱学习 其实今天看到他挺受伤的 然后我不知道后面的结果会怎么样 他是不是会离开 但我个人我是希望这些同学都能坚持学下去 特别是他 我觉得可能他这样离开的话 他会一直受这个伤害 他就一直解不开 但是如果是他 他可能之前的那些决定 他可能确实有一点不太对的地方 如果他能接受他不对的地方 然后可能老师也会 大家会 就是把这个问题弄得 就是处理得更好 让彼此都 那个 呃 就是放下来吧 就是大家都 其实应该来说老师是没有针对性 特别要对他怎么样的 可能还是说他这个同学 因为我不知道具体这个 真的有些地方 我还不太清楚他们的规则 嗯 不管怎么样 这个礼拜 这个周末会很忙 ok 我要练我的 把我的audition准备好 然后还有 那下一节课 也要做到很熟练 ok 拜拜 好 好 啊 还有